现在直播越来越流行了 而且现在任何的频道都可以开通YouTube直播功能了 这期影片我会告诉你 如果在手机上面就开始YouTube直播 操作十分简单 在看完这期影片之后 就可以开始使用你的手机 在YouTube上面和你观众进行直播互动了 House Grayson 这频道主要是半观于YouTube频道运营 流量变现以及网络创业内容 我每周分享三部影片 需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这里首先告诉大家 如果你想要开通YouTube的直播功能 你需要怎么做 就来到你YouTube工作室 然后选择设定选项 这里面我们选择频道 然后选择功能使用资格 这里面可以看到有三种功能权限 标准功能它就是能够让你去上全影片 建立播放清单 在播放清单里面去新增协作者 在线楼播放清单里面去新增影片 然后你使用的条件就是 频道里面没有未解除的社群规范警告 接下来就是终结功能 这个终结功能就能够让你去开通YouTube直播了 此外你可以上传长度超过15分钟的影片 你可以上传自定的缩图 想要开启终结功能 你需要先启用标准的功能 并且你需要验证的电话号码 所以如果你想要在YouTube上面直播 你至少需要开通终结的功能 其实新的账号也是能够去开启这个功能的 底下就是进阶的功能 开启进阶功能之后 你每天可以进行更多次的直播 使用条件是 你需要首先开启中阶功能 然后你可以选择以下三种方式 最近验证 比如说验证影片 有效的身份证件 或者是你频道的活动记录 想要开始在手机上面进YouTube直播 你首先需要打开你的YouTube App 然后我选了这个中间的加号 像我进入到一个新的界面 它需要让你去输入一些直播的信息 比如说你需要输入一下直播的标题 这里面它有预示一个标题 你可以直接点击这个输入框 去选择更改标题 或者加入其他信息 都是可以的 然后你可以选择浏览权限 它默认是不公开的 这里面你可以选择公开 也就是任何人可以搜索还有观看你的影片 或者是频道会员专属 这是需要你开通频道会员才能够使用的 不公开就是只有这个直播链接人才能够观看 底下一个选项就是观众选项 只要去判断一下你的直播内容是否是和儿童有关系的 如果是没有关系的你就选择否 如果是有关系的就选是 然后底下还有年龄限制 你要去判断一下你的直播内容是否需要18岁以上的观众才能观看 如果不需要的话 你可以选择否 不需要任何年龄限制 底下个选项是YouTube直播的新功能 也就是联合直播 它的作用就是你可以分享的直播链接给另外一个人 它就能够去加入到你直播里面和你进行联合直播 底下还有直播的说明栏 这个说明栏和你YouTube影片的说明栏是一样的 你可以输入一些直播的信息 揭露一些链接都是可以的 在底下论着希望你可以选择地点 你也可以选择安排稍后播出 这个输入栏你是可以把它变成最小化的 你可以把手指移动到这里面 然后往下拉 你就可以看到它就变成最小化了 然后在右上角会有两个标志 第一个标志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会展示给你已经安排的直播活动 这里面我没有安排的直播活动 所以就没有显示任何的信息 在底下一个就是翻转镜头的功能 当我点击之后就可以翻转到镜头另外一边 再选择一下就把镜头翻转回来了 如果想把刚才的资料输入栏去打开 你可以选择中间底下这标志 就可以看到刚才的新输入栏又产生了 我们可以选择进阶设定 这里面它有一些设定就是 你可以允许即时的留言 允许观众去发送表情符号 如果说你这部影片有包含付费宣传内容 比如说付费的商品记录 或者是产生的赞助或代言 就需要打开这个选项 如果你的频道开通益力功能了 你也可以让你直播去开启益力 去获得广告收入 底下这个很重要就是你直播的方向 这里面它建议的就是直向 因为直向它最适合行动装置去直播的 并且直播会显示在YouTube Shorts 或者是直向直播的动态里面 你也可以选择横向 但是横向是适合拍摄更广泛的画面的 也就是我们平时YouTube影片的画面 这么所有设定完之后 就可以选择这个继续了 这里可以看到它就告诉我了 我直播预定进行的时间 然后底下是我直播时候的缩图 我可以点击左上角切笔的标志 这里面会有三个选项 第一个选项就是编辑设定 你可以看到它又回到刚才上一步的界面了 去让我输入一些直播时候的信息 再往下一个选项就是拍摄缩图 这里面它会让你选择去拍摄缩图 上面就拍摄好一个缩图 如果你不喜欢可以再选择这个签笔的标志 你可以选择上传缩图 这从你的手机上面去上传一个你设计好的缩图 然后在底下会显示有多少的观众在等待 右上角你可以看到会有两个标志 第一个箭头标志就可以让你进行分享 你可以分享到不同的社交媒体上面 或者是复制链接建立贴纹 都是可以的 然后右边就刚才说的翻转镜头标志 点击一下就会翻转镜头 再点击一下就翻转回来了 然后可以选择最底下的经营直播 这里面它会提示到 有YouTube直播的新过程就是设定静言时间长度 你可以对使用者设定不同长度的静言时间 最短是10秒最长是24小时 像我进入到了直播画面了 我就正式开始直播了 在左上角你可以看到我直播的时间 然后右边可以看到直播人数 直播的点赞次数 在底下你可以看到会有不同的选项 我们从左边可以看起 左边第一个选项就是翻转镜头 你可以看到又翻转了镜头了 再看一下第二个选项 这个是聊天室浏览选项 你可以选择重点聊天室的讯息 比如说部分的信息 疑似垃圾内容它是不会显示的 你也可以选择查看聊天室里面所有的信息 只查看超级留言的信息 或者是隐藏所有留言信息 中间的选项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是滤镜的选项 比如说可以选择脸红的滤镜 就可以看一下它的效果 或者是选择一个光运的滤镜 就会让你的画面有个不一样的感觉 或者是黑色电影的滤镜 就可以看到 我现在的画面就变成黑白的了 我想取消所有的滤镜 可以选择这个无滤镜 就回复到最初的状态了 然后再往右是一个加号的标志 这个是创作者的工具 你可以发起意见调查 你可以选择给这调查去加入个标题 然后可以更改选项里面的信息 你可以点击这里去新增选项 在底下就可以发起意见调查了 再往右是一个三个点的标志 这里面可以储存精华片段 可以分享链接给其他人 或者是关闭麦克风 当你直播想结束的时候 可以选择右上角这插号 这里面会让你确认是否要停止直播 我选结束 这个时候我就停止直播了 可以看到它有一些总体的数据 比如说观看次数 总观看的时间 平均观看的时间 最多同时观看的时间 聊天室讯息的频率 总的直播时长 我可以选到底下的完成 现在可以看到 它是正在擅长我直播的影片 我想知道 如果在电脑端上开始直播 你可以看这期影片 如果觉得这期影片你有帮助 希望能做影片点赞 一定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了解更多关于YouTube内容 追上我IG 能够有个人互动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拜拜